郭正亮在最新一期的台湾政坛节目中 谈及黄岩岛时声称 黄岩岛是美国的底线 如果中国执意在黄岩岛填海 相信美国会直接发射炮弹炸毁 按照郭正亮的观点 黄岩岛的真正话语权掌握在美国手中 黄岩岛也将成为中美两国未来关系走向 和彼此矛盾冲突的关键节点 黄岩岛到底是何方神岛 他真正的归属权应当是哪个国家 这个观点有几分对错 这连珠沉串的疑问顿时浮上心头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东端 西边距离三沙市永兴岛610公里 北边距离东沙岛615公里 南边距离美济岛630公里 是我国南海地区最重要的岛园 没有之意 黄岩岛坐镇南海东部 可以监控方圆40万公里的辽阔海域 它能让我国南海九段线形成完美闭环 镇守我国东部南海国门 平时外敌不敢侵犯 就拿美国关岛举例 黄岩岛是距离关岛最近的我国岛屿 二者同处一个维度 彼此之间胡视眈眈隔海相望 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互相制约的作用 黄岩岛虽然环境凋敝 但拥有丰富的渔业矿产资源 是我国渔民的传统渔场 黄岩岛对于我国南海地区经济发展 以海洋海战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同时黄岩岛周边蕴藏着丰富的蒙、骨、油气和可燃兵物质资源 掌握黄岩岛就等于牢牢抓住了中沙群岛海域 黄岩岛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 它东北警邻巴士海峡 该海峡是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的关键区域 维尔通道、黄岩岛和巴士海峡挂上钩 自身的战略地位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一旦黄岩岛落入他国手中 我国通往太平洋的关键通道将会被监视封锁 甚至会导致我国成为彻头彻尾的内陆国家 黄岩岛还是我国中沙群岛唯一的自然岛屿 除此之外 中沙群岛所有岛屿都是暗滩和暗沙组成 只有黄岩岛是唯一露出水面的岛屿 其他岛屿深埋水中至少十米 同时黄岩岛位于南海深水区 如此一来 黄岩岛又多了两个关键作用 一来可以为我国核潜艇提供绝佳的隐蔽场所 保证核潜艇的出入安全 二来可以很好地反制他国潜艇入侵 可谓一石二鸟 黄岩岛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那又如何确定它属于我国领土呢 让我们追溯历史来还原真相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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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